词曲 李宗盛 《词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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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 为我来讲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 我认为好像是昨天入主学院 我跟你讲我入耶稣会六十年以前 以前我这次在小学院 我小时的时候问我了 如果说神父了 最喜欢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小小的小朋友 回答的是讲道理 还有做弥撒 事实上我现在讲道理 是我整个的生活 因为这是教圣经 所以连三课都是讲道理 然后做弥撒就是说 跟大家一起来 朝拜天主 当初安排的样子 这是我最喜欢 我觉得最是做神父的时刻 我是过六十年才会 就会了 这六十年有时候是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我在六十年当中 已经四十二年 是在我现在同样的房间 但是 不是因为现在一个地方 是无聊的生活 是非常丰富的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有自己的条件 每天都要的新的思想 新的问题 新的喜乐 因为有了很多经验 遇到很多人了 大家很多我们的事情的 让我完成实行 我所愿意做的 就是 如何一直为了跟随耶稣 为了侍奉祂 所以 这六十年 是很幸福的六十年 很值得记得的六十年 有一次的 有了一个很强烈 非常强烈的 这是国药生社会 我真的有一段 很短时间 只有一两天了 一片半 我是很不容易的人 我以为就是这样 这一切都是 因为环境的缘故了 因为我不敢 过别的生活了 因为我需要了 就是有照会的保护了 不过这个不是我真正的 所以我应该勇敢的 说我离开这一切了 这个优惠就是这样的 就是也是否认天主 否认信仰等等的 那不过 我说矛盾的是 我在想 我真的没有什么信仰 我应该离开了 我去圣诞了 说再见了 所以我 我坦白的跟耶稣讲 我要做这样的决定 好像我听了耶稣说 你没有十年以后 在这边会吓出神 突然就觉得 完了 这个已经有五十多 快归五十年了 没有再回来抓坏了 我的感觉是说 每一个人有他的挑战 无论哪一个生活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什么地方 都有自己的挑战 我们最大的挑战 是接受自己的 我做一个决定 我知道我为什么 做这个决定 我继续做吧 我做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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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木 从小的志愿 是当一个本堂神父 结果他来到台湾 当一个圣经学家 那 我们真的是 是捡到宝 然后从他身上 会议非常多 真的要很感谢他 谢谢你 我觉得 慕神父 就很像一首歌 就说 给 都给 全部都给 但他是很腼腆的人 他 他其实 全部都给 我想他是一个 神父 就像是一个 父亲的角色 或者是 爷爷的角色 就是 完全 透过他的陪伴 我开始懂得 天父就是 这样子的陪伴我 这几年跟神父的来往 我慢慢认出 他是一个 很有温度 很可爱 而且 很有智慧的一个神父 他用一辈子的时光 陪伴我们 他影响了我们很多人 看着我们长大 甚至慢慢变老 但是也因为他的债 他的努力耕耘 所以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 每个人的人生的过程 都会遇到很多 高深低谷的状况 那我觉得 就是每次 我在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觉得 很难面对很难解决的状况的时候 我第一个都会想到 刚刚去教老末 对 然后 我觉得不管是困难 或者是高兴 或者是什么状况 他都会 永远在那边 聆听你 陪伴你 然后也给你指引 就是信仰的道路 所以我 他很喜欢吃巧克力 然后也很喜欢吃面积淋 就是比如说拿个巧克力 在他面前 他眼睛就会亮起来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 其实随着神父的年岁组件的增高 然后他可能或多或少有被医生提醒 什么东西要少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之类的 然后我感觉到他很辛苦的在做这些调试 可是他非常的坚持有毅力 我记得上周吧 就是我们 我们团体 就是喜乐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就有团员准备了巧克力 糖果烧冰淇淋 超好吃的 然后 我就问神父说你要不要吃 神父就说不 就是不 不要吃 然后我就想说 蛤 可是他一点就显得很想 我很想吃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说 那 不然我跟他分一半 这样子 我就不用担心便胖 然后神父也不用担心摄取过多的糖分 那这样就可以 就是都一举双得都开心嘛 可是 当我要递给神父就是冰淇淋的时候 神父就是很坚决的跟我说 不 就是不 他真的不吃耶 而且他就这样眼巴巴的这样一直看着我 一直看到我吃完的那一瞬间 然后就说 诶 你吃得完嘛 然后我就觉得 哦 我 对我是吃得完 只是我想要分享嘛 可是 神父之后告诉我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他说 嗯 他想要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有些诱惑是可以 嗯 抗拒的 就是他想要做一个模范 就是代表他能够坚持 能够抗拒 那我们或许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 呃 有用或或者是一些 好像很难以忍受的一些状态 但是可能在坚持 或者是在天主的爱那一次可以 嗯 嗯 是可以坚持的 他是如此的深爱着我 我觉得这样子的训练跟陪伴 也让我们慢慢的在生活当中有了值的改变 那很谢谢神父 你的在就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你的陪伴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很多团圆 祝福神父在接下来的生活长保健康